怎麼樣?有問題嗎? O.D.導致的特殊性勁緣 會令死者死之抽搐 反覆幾次之後,就會呼吸困難而死 就是爪痕是O.D.的時候爪上去? 對, 爪痕先 爪痕有規律, 又整齊, 力度早平均 還要爪痕, 爪痕不是爪上去 是有人刻意劃上去的 我們在死者的指甲裡 只是找到這張椅子的纖維 沒有其他纖維組織, 不會太乾淨了? 就是有人刻意清走死者指甲上的 其他纖維? 還有Ruby的有驗證報告 報告說死者體內除有可看之外 還有過量的胰島素 一般成年人注射超過四百個胰島 就會血糖過低, 導致昏迷 是, 先有人替死者注射胰島素 讓他暈倒 在他失去意識的情況下注射毒品 然後再偽造爪痕 讓他死得像O.D.一樣 沒錯, 聖Sir聰明, 走吧, 打給他做 死者搞了一間車房, 整天在這裡等 上去可能會找到線索 聽崇聯的人說 發現死者的前一天這裡 已經沒有開門做生意 所以也不肯定死者是否回到這裡 余Sir, 在我矮櫃裡找到白色睡墨 以此是毒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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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 好 好 好 你 好 來吧 這才可能是死者O.D.抽搐時造成的走行 而是不想我們發現 所以就換了一個護膚來擺 新仔 映晨, 申請大室發現 知道 走 別拿走 肩繩? 有什麼東西? 上去看 你不在這裡,搜 幸好有你 發生了甚麼事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況 妹妹 為何你一個人在這裡睡? 關你甚麼事 我是國社工,有甚麼可以幫你 你爸爸媽媽呢?為何不回家 我們很快就熟絡了 我知道她的生小之後 就一直想幫她自立 她不開心的時候,我會陪她聊天 她想發誓情緒的時候 我就會教她打拳 那個傻丫頭打拳很厲害 也很有天分 之後她還有機會可以上台比賽 她說是我令到她人生有目標 想跟我一起努力 就是比賽那一天 那個傻丫頭,連自己的女兒也不放過 喂? 前面女士,別走 站住 別走 小偉 小偉 小姐… 過馬車 之後我查到 那天打電話給小偉的 是她的人渣計符 她找不到人幫她運動 就偷偷把毒品放到小偉的袋裡 要她拿去教授 本來我今天想趁小偉出品的時候幫她保守 但誰知道我失敗了 我連那個人渣身的機會都沒有 我還要被她的手下發言 所以剛才她們才追著你 你以後別自己一個做這麼危險的事情 我不分析 為什麼做壞人可以什麼事都沒有 為什麼? 如果你真的想幫江少偉出這口氣的話 讓我幫你 你… 你… 傅劍聖 你為什麼還沒走? 我們不是說好了暫時不要見面嗎? 你這樣才會安全 不然的話,她有機會會懷疑你 明明說分頭離開香港一會兒 等沒事再回來 你們倆根本沒想過走 你們騙我,不是打算到有事的時候 把東西全摸到身上嗎? 明明是我說要殺人 是我拖你們兩個下水 怎麼可以讓你們背殺所有的東西? 難道有事的時候 你想我們一起認罪? 根本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不管,總之要拘捕一起拘捕 我不會把你們丟下 誰呢? 警方懷疑長兄的籌皮 是殺大同的兇手 案發的時候,你在哪裡? 在家睡覺,可以在哪裡? 有沒有人可以做證? 阿Sir,你睡覺會找人看著你 你們不是打算找我殺人吧? 大同那麼多仇家士打飯堆 想他都沒人知道,關我親事嗎? 哥哥,那些七佬真的拘捕了籌皮嗎? 我很清楚發證做事的程序 他們一定會跟著我留下的線索去查 到時矛頭自然會指向籌皮 我們懷疑有人幫大頭注射過量的胰島素 令他失去意識 然後再幫他注射可卡因 令他最後因為吸食可卡因過量致死 大頭在臨死前曾經出現抽搐的情況 我們在車房的梳化找到他的爪痕 而在爪痕上,也找到你皮屑的組織 證明你很有可能去過車房找個大頭 或者曾經跟他接觸過 你怎樣解釋?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方的鈴鐺,訂閱吧